铸铁由于自由优良的供应性能和使用性能 生产工艺又简单 成本低廉 在很多机械中得到广泛使用 根据碳在结晶过程中细出状态 以铸铁特性铸铁分为常用的灰口铸铁 球末铸铁 入末铸铁 可弹铸铁 以及白口铸铁或冷暗铸铁 灰口铸铁起名来源于这类铸铁弹口成银灰色 它的使用量占铸铁80%以上 其金箱组织由钢的机体加片状石脉组成 汇格铸铁的成分大致范围为 碳2.5%到4% 硅1%到3% 蒙0.25%到1% 硫控制在0.02%到0.2% 柳控制在0.05%到0.5% 汇格铸铁的机体组织有铁瘦体 珠光体 铁瘦体和珠光体混合等三种 由于石墨强度低 侧型大 弥度低 因此常把灰口铸铁看作成为 有大量微小裂纹和孔洞的碳钢 如何减少孔洞或使裂纹头部圆凳 是提高灰口铸铁强度或忍性的丝路 此丝路形成的运用处理 就是强化铸铁的有效方法 由于片状石墨存在 灰铸铁强度低 硕性差 硬度或抗压强度于钢洁净 但灰口铸铁具有良好的减震和减磨性 加上灰口铸铁具有良好的铸造或切磨加工工艺性 使灰口铸铁常用来制造机器机体 如机架 床身 箱体 壳体等 以及性能要求低 形状复杂的零件 灰口铸铁排号形式为字母HT 加三维数字 HT为灰铁拼音首字母 瘦子为抗压强度 共有HT100 HT150 直到HT350 等以上所示六个牌号 柱体牌号性能及中头键表所示 HT100 HT150 柱体 组织为铁瘦体加粗石墨片 强度低 常用制造下水管 外罩 底座 单杆 油磅壳等 HT200 柱体的走织为 珠光体加中等尺寸的石墨片 强度较好 制造一般润速机器 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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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能 一般机床床身 箱体 通融机械承受中等压力的棒体 阀体等 HT250 HT300柱体的走织为细珠光体加细石墨片 用于制造机床床床 铁柱 箱体 车量 钢铁钢铁等 灰颗柱体热除你主要有消除 组件内因你的时效退火 退火加热温度为550度左右 还有消除白颗肘子的退火 或提高表面耐磨性的表面退火等热处理工艺